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林毅老師 我們接下來要上110年的海洋法的六堂課 海洋法的這個部分跟海商法合考 所以海洋法大概只有考兩題 很多同學都比較對這一課沒有那麼在意 大概都是最後才念 但是這一課其實它的考點還蠻集中的 但是在107年公佈了一個蠻可怕的大綱 本來之前的大綱還比較平易近人一點 107年就公告了一個新大綱 待會我們來看講義的這個部分 公告這個新大綱就很莫名其妙把所有的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有的三四百條 全部都納到考試範圍了 其實在國內老師出題的這個部分 他們沒有這麼厲害 他們懂得大概也只有幾個區域而已 常考的就只有幾個區域 我們只有六堂課 所以我們會集中在考點分佈的這些區域去講 這些海域去講一些考試的重點 沒有辦法帶到全部的每一個條文或每一個章節 同學我們只有六堂課你也不想聽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集中火力在大致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這些重點的範圍 會跟大家做分享 不用擔心我的講義已經厚達已經五百多頁快六百頁 這個真的你要讀可以讀 但是這個我在講課只有六堂課的時間 所以我只能挑重點獎 這個要先跟同學講一下 請多多包涵 沒有辦法期待老師帶你看每一個條文 如果全部都教完 這個補習班至少要給我十二堂課以上的這個課堂數 不過以這種目前的這種配分方式不太可能 同學也不太想念這種小課花那麼多時間 這個我們先來看這個低策講義的第一頁的命題大綱 這個命題大綱就是107年所公告出來的 首先來看海洋法的下方總共有八大部分 你就想說老師這個才八個部分應該很簡單 錯 他把他1980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裡面 每一個章節都給他納進來 這個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最離譜的是來看一下這個括號以法原論的部分 法原論部分後面又括號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習慣國際法國際法院之裁判等 這個我看到這個簡直快暈倒了 這個從來都沒有在這邊出題過 那這個法原論 又跟這個國際公法是重疊的部分 那我這個去年 在改講義的時候我就很猶豫 這個到底不要交後來想一想算了 我還是把它放進來 順便幫同學複習一下國際工法 我相信會讀國際工法的同學更少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第一章還是把它放進來 幫同學複習一下國際工法 因為畢竟這個也是國際工法常考的一個範圍 所以講了也對同學的選擇體也有一些幫助 這個你不相信我每年的國際工法總複習 這個部分還是會重複在題 好所以這個法原論突然莫名其妙拉進來 但是我在所有的深論題的國際工法的這個 這個歷屆的這個考選部的考試題目裡面 只看到一兩題而已 那所以海洋法的部分更不要講 它從來沒出過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老師把它加進來是為了什麼目的 那到現在也沒有看過這種考題 因為107年改完之後 107 108 109 同學現在要參加的是110年 這個部分是還沒有看到題目 但是我們還是會稍微提一下 反正就把它當成是國際工法的這個這個前導理論來看 好 括號二 請打一個勾 林海與林街區 林海是一個考試的重點 林海 林海這個就是依照1982年聯合國海法公約 這個沿海國你可以主張到12海里是你的林海 什麼意思 你可以不主張到12海里 看你自己高興 你喜歡三海里 六海里 九海里 十二海里 隨便你 所以那個在很多像這種歐洲 美洲 甚至是日本 它都有可能某一部分的海峽 它只願意享受三海里的林海 你說老師怎麼會有這麼笨的國家 因為林海 我們今天在第二堂課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點 叫做無害通過權 你一旦宣布林海十二海里 同學很恐怖喔 這十二海里外國的船隻有無害通過權 什麼叫無害通過權 只要他對你的沿海甚至你的陸地沒有侵害到一些公共秩序跟法律規章 他就可以主張他是無害通過喔 而且不用告訴你我要來了 對不對 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林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點就是軍艦可不可以無害通過 這邊有肯定說否定說 目前律師考試這個考點還沒有考 好大部分的國家雖然承認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這裡面有一條大概是二十條講潛水艇可以無害通過這件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國家都在自己的國內法設立條文講什麼 你軍艦進來要告知我們先通知我們一下 像這個今天應該第二堂課也會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這個馬總統又跳出來罵蔡總統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請我們第二堂課再來講 所以林海這個非常恐怖有個無害通過權 所以並不是每個國家都希望主張到十二海裏 但是台灣是主張到十二海裏的 林海上面有個領空 領空也是一個參考的一個考點 到底這個飛機飛進來 我剛才被主張無害通過 這個大家都想這個阿貢的飛機飛來 我們有多緊張對不對 這個每個月每天阿貢的飛機都照三餐來問號 那我們戰鬥機都要上去也是給他慰問一下 這個中國什麼幾號飛機 你飛進來已經侵害了我西南海域的領空 請你趕快出去 否則我用飛彈伺候你 阿貢這樣每天飛就是希望有一天插槍走火 恐嚇美國恐嚇我們 對不對 哪一天插槍走火他就可以自衛權對不對 軍隊就大舉來犯號 所以我們現在國軍的尤其是空軍的 我們是主張什麼我們要別人打我們一槍之後 我們才主張自衛權 這個叫做第一級的反擊 這個自衛權就是第一級的這個反抗的自衛權 在領空這個部分我們更非常小心 我們寧可先挨可能一枚飛彈 先死傷這個戰鬥機的人員 我們再開始反攻 這是我們目前的策略 但是不用人家打來我們大概平均兩三個月就掉一架 這個F51的這個部分 前陣子這個應該是上個月月中 我們現在是四月初錄影 上個月三月中很不幸的 這個花蓮外海那邊好像又掉了一架 這個F51 所以不用人家打我們 我看我們都會掉光光 可能最後只剩下幻象2000個F16 好那再來第二個區域叫做林街區 林街區它是緊林街這個林海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林街區大致從林海基線算起 是24海里的這個部分 它主要是要管海關財政 移民跟衛生這四個事項 那目前還沒有出現過考題 目前還沒有出現過考題 但是這也是一個我們會講課的重點 好 瓜號三的部分也麻煩打一個勾 專屬經濟海域 這個不囉嗦 每年幾乎都這個非常危險的一個出題的這個範圍 那專屬經濟海域是從基線往外算200海里 那早期是這個這個北歐的這些挪威瑞典這些國家 因為它這個長期怎麼樣處在一個冰凍的世界中 所以他們主要的肉類的這個來源是魚類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他們對於捕魚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視 好 所以在早期就公告 他們就這個自己創了一個專屬捕魚區的概念 然後到了1982年全世界就把它擴張成什麼 專屬經濟海域 本來專屬捕魚區就是捕魚而已 專屬經濟海域就可以去挖石油 都在挖一些恐龍的殘骸 就是最後它會變成石油 所以地底的這些海底的資源 包括一些稀有的金屬 這個稀少性的金屬 不要小看這些稀少性的金屬 這些金屬目前像這個有開發在手機裡面 做一些使用 這個可能主機板一些特殊的金屬 需要這種稀少性的金屬 這個就是專屬經濟海域 甚至是現在台灣又陷入這種缺水缺電 像阿拉伯這種國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的水怎麼來 除了跟其他國家買來以外 他們去建了這種海水淡化的設備 因為總是要喝水 像這種像現在 今年的三月開始 台灣中部以南又開始缺水了 對不對 水庫都見底 只剩大概10%以下的水 所以台灣應該也要好好的來利用 因為我們是海島國家 四面八方都是海水的部分 看能不能跟阿拉伯學一下 這種海水淡化設備 也就是說海面上的資源 只要在200海林以內都是你家的 都可以用 好 接下來 關號上面還有一個大陸礁城 好 大陸礁城是什麼呢 就在海底下你看不到的這個陸地的這個部分 這個大概只有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面才看得到 好 好大陸礁城其實就是剛剛挖石油的地方啊 專屬經濟海域下方的這些看不見的陸地就是大陸礁城 好大陸礁城基本上它的規定比較龐雜一點 好 好 例如你的大陸礁城要自然延伸要從陸地往外延伸 從地底下往外延伸 這個叫做陸地控制海洋的一個理論 有陸地才有海洋的權利 好那下面自然延伸的這個陸地就算給你啦 送你 不到這個從基線算起不到200海里的送你到200海里 你只要符合一定的一些條件 可能有設定一些等深線等等 這種等深線可能幾百海里 這個幾百海里深的這個部分 好我給你到最遠 因為像中國大陸 這種這個國家 它的這個大陸礁城可能自然延伸到非常長 可是要給你一個極限 聯合國海洋工業是給你到350海里 符合一定的條件 我給你到350海里 再多沒有了 再多就太多了 好 大陸礁城說實在 因為跟一些自然資源開發有關係 那這個並不是台灣的國際工法教授擅長的領域 所以大陸礁城到現在 我們這個考試是從104年開始考 考到現在109年幾乎沒出過大陸礁城的題目 非常非常少 我現在指的是律師二世的部分 幾乎沒有看到大陸礁城的題目 因為這種自然的部分 包括漁業的部分 這個漁業的部分已經被廢考了 像這種自然資源相關的 現在目前的初題教授比較不擅長 所以這個我們大致上看時間 時間夠的話會講一點 時間不夠可能就跳過去不講 好 括號是公海 麻煩你把它勾起來 這個太重要了 公海在第一年的考試 104年馬上就給你出一題 公海是什麼概念呢 當你主張完所有的零海 零街區專屬經濟海域 外面的這個200海里以外的海域 你就不能再主張了 全世界都可以來共用的一個海 叫做公海 所以公海它裡面規定也蠻多的 就大概會以自由使用的這個部分 去做一個規定 公海 公海裡面包括一些捕魚自由 飛躍自由 包括一些考點像 你可不可以在公海進行軍事演習 這是可以的 再往下深入一點 軍事演習裡面包不包含 核子彈釋放 這個釋爆 可不可以拿核子彈來測驗一下 例如北韓、伊朗 這種小國家發展核子彈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所以我到公海釋放一兩枚 可不可以 目前是不可以的 這個等到我們最後一堂課再來講 這個核子釋爆目前是被禁止的 好 那這個在去年底有一個最新的公約 是這個禁止使用核子武器的公約 這個在聯合國裡面 所有小國幾乎都簽了 但是這個中美英法二 這個包括中國、法國、美國、英國、俄羅斯 都不肯簽 為什麼? 神經病 我家有核子武器 我跟你簽那個禁止使用核子武器公約 這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對不對? 我核子武器就是要拿來恫嚇其他國家 對不對? 才能維持我這個強權的地位 像包括印度 它也有核子彈 對不對? 這種像北韓 為什麼美國一直視它為眼中釘 一直想要跟它對著幹 一直要欺負它 不只是保護南韓跟日本以外 這個也要這個 怕它有核子彈跟它平起平坐在得了 台灣為什麼這麼可憐 一天到晚祈求美國的保護 一天到晚想要加入聯合國 但是這些都是做夢 不會實現的夢想 這個到時候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 同學可以Google一下 看看最近緬甸內亂的這個狀況 這個民主被踐踏 這個軍人干政 這個已經又死了很多平民 這個等於已經內戰很嚴重 那這個有沒有人去管它 沒有人去管它 所以同學你能奢望哪一天有人來救我們嗎 這個美國一天到晚喊 我要主張世界正義 它有沒有進去 有沒有派正義聯盟 跟復仇者聯盟進去救人 完全沒有 所以這種國家我們就算了吧 這個買買武器就好了 他們也只願意賣你武器 因為哪一天 這個中國大軍開過來 兩顆核子彈互轟 那這個地球 大概北半球就已經去掉一半了 對不對 這個沒有人會為了你拿核子彈護轟 為什麼 因為美國隨便一個大城市 舊金山紐約華盛頓 都是幾百萬人居住的地方 一顆核子彈過去 它會賭這個東西嗎 這個同學 這個可能要想一下自己的未來 像我的未來已經準備逃跑到大陸了 好來 那開一個玩笑 公海這個部分很容易考 那瓜號是後面呢 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 群島國避海或半避海 內陸國的權利 說實在 在海洋法的題目少之又少 律師當然是沒出過 因為律師考試考海洋法算是一個年輕的考科 在其他警察特考的部分根本也很少見 要不然他就是出條文題 什麼意思 因為警察特考的這個國際海洋法的考科 包括警察三等警察四等 這個裡面他是不可以戴法條的 所以老師出題都很和善 出條文題 因為老師也不懂 好不好 哪一個老師說 他對這個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非常厲害 避海或半避海 同學 台灣找不到這種大學教授 所以這四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放心的 怎麼樣 除了我不教以外 你也可以不讀 因為 你只要了解他的條文在哪裡 考試的時候就用條文跟他拼了 我相信全部的同學也不會去讀這一塊 因為太浪費時間了 考題也不多 考試機率實在太低了 但是在我們講義你就看得到 過去有出現過哪些考題 基本上都是條文題 這也不會有什麼學說重點 括號五 島嶼制度打一個勾 這個在109年已經考出來了 島嶼制度為什麼這麼的重要 除了台灣的現狀 中華民國的現狀 例如我問同學 請問中華民國的領土 從哪裡到哪裡 在政治上來講 我們還沒有放棄 中國大陸這塊領土 但是實際上 請問台澎金馬 你還有什麼 蘭嶼綠島 你還有什麼 太平島 能打出太平島的同學 已經算很厲害了 更厲害的同學說 釣魚台也是我們的 雖然都是唬爛唬爛 但是你講得出來就很厲害 的確 這在我們的領土的主張 這些都是我們的島嶼 如果推到我的歷史課本 我今年已經四五四十六歲了 我讀的歷史課本到哪裡? 爭母暗殺 碰笑 什麼時候國軍到爭母暗殺 巡守過了 現在南海的這個部分 是中國跟菲律賓對著幹 還有美國 美國三不五十就給你進來擾亂一下